这些银河互卫对三里的隐藏细节 你都发现了吗 细节一 为什么迎护三里 火箭和星云的关系变得这么好 甚至还为了火箭而多次落泪 当火箭重伤不行危在旦夕时 星云明显表现得比其他人都要着急 当从资料里看到 小时候的火箭被改造解剖时 星云直接心疼地流下眼泪 当卡摩拉指责星云 不该为了一只欢而去冒险时 星云却说那只欢是他的家人 而当星爵成功救回火箭时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星云在的 刚好这时 星云也打来电话 当听到火箭平安无事后 星云再也绷不住情绪地哭了起来 最后星爵提议大家分开行动时 火箭也是提出要和星云一组 其实两人的关系并不是从银护三才变好的 早在特别篇圣诞特辑里 星云特意将巴基的震惊手臂 当作圣诞礼物送给火箭 而在银护三里 星云的手臂可以像脱离的那米战甲一样 变化出多种形态 这很有可能 就是火箭用巴基的震惊手臂 帮星云做的升级改造 但为何星云唯独给火箭准备了礼物 而且还是头起所好 其实是因为火箭和星云 是灭把打响之后 银护仅剩的两个人 托尼和星云被救回地球时 所有人都去拥抱托尼 只有火箭去握住了星云的手 当初银护小队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 而现在其他人都被硕灭消失 整个银护只剩下星云和火箭相依为命 两人彼此依靠 度过了那最令人伤感的五年 这两人共同生活的时间 比银护中其他队友多要长 而且他们的身体都经历过残忍的改造 所以两人也有着同病相连的灵魂 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细节二 当星爵几人被奥火集团的守卫包围时 卡摩拉提出要将胡萝卜头杀鸡紧红 这一脸错恶的表情 也成为了本片的笑点之一 但你知道吗 这个胡萝卜头其实是有点来头的 他是原著漫画的 平行宇宙中反派化迎护成员之一 而且他对标的就是格鲁克 名字叫扰尔 所以他也只会说一句话 爱安扰尔 细节三 在影片的最后 当星爵即将在太空窒息而死时 还好亚当及时出现将他救了回来 而这里他救星爵的姿势 正是致敬了西方经典名画创造亚当 同样 在亚当被星云打伤后 他回到了这高进化的实验室 这里爱耶沙抱住他的姿势 也是致敬了名画哀悼基督 细节四 众所周知格鲁特只会重复说一句话 但在迎护三的结尾 当众人为了各自的目标分道扬镳时 格鲁特却说出了我爱大家的英文 很多人都以为格鲁特成年后学会了英语 但导演古人却表示 这里格鲁特说的依旧还是我是格鲁特 因为格鲁特的话语 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能听得懂 而我们都能听懂这句话 其实也意味着 我们已经成为了格鲁特最亲近的人 因为长达九年时间的陪伴 我们也早已成为了银河护卫队的一人 看到这里的家人们请在弹幕打出 VL Groot 感谢各位格鲁特 我们下期再见